张本志和在日本乒乓球全景赛南丹夺冠后的庆祝动作引起了广泛讨论。 他在比赛结束后,被一个人抱起后又握拳打后,这一举动在赛场外是十分罕见的。 而那个抱起他的人是董其民,他是张本志和的指导教练,曾担任过日本乒乓球队的教练职务。 这让人们对于张本志和的庆祝方式产生了疑问。 另外,张本志和在庆祝中说了一些中文粗口,这让人觉得他的言语行为异常并且犹如国门。 毕竟他已经是日本人了,用中文抱粗口有些不合适。 有些人对他的庆祝方式持负面看法,并且认为他的行为有些异常,甚至有病需要治疗。 庆祝动作引发不同声音,张本志和的庆祝动作在比赛结束后成为了话题的焦点。 不同的人对他的庆祝方式持不同的态度。 一些人认为,作为一位年轻的选手,在夺得冠军后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是正常的, 并且他的庆祝动作是有创意和个性的。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庆祝过于过激,甚至有些偏离庆祝的正常范围,对于一个有影响力的运动员来说,应该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言行举止。 无论是哪种观点都说明了,张本志和的庆祝方式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争议。 尽管张本志和在比赛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他在近期的排名却一直下滑,并且输给了老将波尔,这给他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有人认为,张本志和可能存在着减肥过快或过多的情况,导致身体出现不适,甚至引发疾病。 在减肥后马上投入高强度的比赛中,可能会导致大脑短食缺氧或工学不足,这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他还承受着来自思想和比赛压力的包袱。 不仅如此,张本志和曾表示比赛后感觉释放了很多压力。 他的言语行为可能是受到情绪过激的影响,并没有做出符合常理的表达。 压力和困扰的背后原因多方面,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会面临着各种困境和压力。 对于张本志和来说,他的困境主要集中在减肥过程,竞争压力,核心理负担等方面。 减肥对于运动员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如果减肥过快或过多,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而竞争压力核心理负担也会对他的表现造成一定的干扰。 作为一名年轻选手,他需要在面对困境时找到适合自己的应对方式,以保持状态和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张本志和,夺得比在冠军后的言行异常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猜测。 一些观点认为,他可能在庆祝过程中失去了理智,甚至被激动的情绪所控制。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的言行可能是受到胜利后的情绪释放和长期的压力积累的影响。 每个人在遇到重大事件或压力时,表达方式都有所不同。 对于张本志和来说,他的表达方式或许与普通人不同,但并不能完全是否定他的表达方式。 此外,他可能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而造成了一些不合理的表达。 而非他真的有病,希望大家能够给予他理解和宽容。 言行异常的解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思考。 一方面,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他同样需要承受与职业相关的压力, 而且他的竞技水平和表现随着时间也会受到国家和球迷更加关注, 这也会给他带来额外的心理负担。 另一方面,每个人的性格和表达方式都有所差异。 有些人在高兴或沮丧时表达会比较激烈,而另一些人则相对镇定。 因此,在评判和解释张本志和的言行时, 我们应该尊重他的个性并理解表达方式可能因为情绪和环境的影响而不同。 张本志和在日本乒乓球全景赛南丹夺冠后的庆祝动作和言行异常引发了争议。 他的庆祝动作在赛场外抱起他的人是他的指导教练董奇敏, 而他的言行异常可能是受到压力和情绪的影响。 尽管有人对他的庆祝方式和言行行为持负面看法, 但我们应该尊重他的个性和表达方式并给予他理解和宽容。 在评价运动员的言行时, 更应该关注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 并给予他们应有的支持和鼓励。 张本志和在日本乒乓球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他的表现不仅代表着个人的实力, 也代表着国家乒乓球队的形象。 因此,在表达自我的同时, 他也需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和对外传递的信息。 无论是庆祝方式还是言行举止, 都应该与其所处的环境和身份相匹配, 并符合社会的公共道德标准。 对于未来,我们希望张本志和能够继续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 并在体育事业上取得更多的成就。 同时,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言行上更加谨慎, 不仅仅是作为一名运动员, 更是作为一个代表国家形象的人。 不论是在赛场上还是生活中, 都应该注重言行的影响, 并示范出积极向上的形象, 为年轻一代树立榜样。 中国乒乓球协会于2月6日发布了参赛选手参赛阵容, 确定参赛选手为釜山乒乓球锦标赛。 详细列表如下, 男子组的五个人, 樊振东、 王楚清、 马龙、 梁敬坤、 林高远、 女生方面, 孙颖沙、 王毅迪、 陈梦、 王曼玉、 陈兴通。 按照李孙的说法, 这是巴黎奥运会之后, 我们最好的一支队伍, 这是我们在奥运会上的主要目的, 也是在一场又一场的重大赛事中, 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 可以说, 这是一支最强大的队伍。 马林、 王豪也说, 在巴黎奥运准备阶段, 五位男子和女子选手, 都是最出色的选手。 他的资历和成就, 都是最优秀的。 至于我们的比赛对象, 不管是李孙、 马林、 王浩, 都表示, 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夺冠。 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 创下了一个记录。 他们是目前为止, 参与国际团队比赛的最年长, 和最年长的团队。 下面请看一看, 男性组的五个人的年纪。 1988年生人, 36, 马龙。 随后, 1995年出生的林高远29, 1996年出生, 梁敬坤28岁, 1997年出生, 27岁, 2000年出生, 王楚清24岁。 这支队伍的五个成员的平均年纪, 大约是29。 毫无疑问, 这是中国男子历史上, 最老的一支球队。 女子队伍中, 1994年出生的陈蒙三世, 1997年27的陈兴童, 王毅迪, 1999年25的王曼玉, 24, 最年轻的孙颖莎。 这支女子足球队的五位成员的平均年纪, 都在26岁以上, 这已经超出了中国女子足球队, 在历史上最大的比赛的年纪。 国家美式橄榄球连赛, 得以长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 他们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可持续发展, 并且不断地在新旧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健康的周期。 但现在, 一切都是空谈。 特别是男子选手, 秦志俭在2021休斯敦世界锦标赛之后, 就说过, 樊振东拿到了世界冠军, 中国男子篮球队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但是, 时隔三年, 中国男子足球队仍然把希望寄托在36岁的马龙身上。 即便是在巴黎, 马龙36岁, 他也已经是他的第四个奥运冠军了。 这让观众忍不住想, 新人换旧人。 而我们的竞争对手日本, 却是一支全新的队伍。 这真的能顶住日本带来的压力吗? 这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离开。